今天在做事嗎 很多人說在睡覺嗎 沒有沒有 有人要有做最新的一個決定 前銀建署署長涉及收賄 叫做收限定 限 限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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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藥丸4000顆 白蝦20箱 像這樣子的涉及收賄的行為 直接監察院16號就指出 全票通過 對於吳瑞安的彈劾案 全員通過移送懲戒法院來處理 大家在家留言是什麼 國民黨所以監察院就有動作啦 那沒黨證當然要彈劾啦 小雲怎麼不處理 就是因為小雲這個案子讓全民嘩然 當11票比2票 現在陳宗彥被起訴的時候 完全打臉監察院 今年3月陳宗彥案 大家沒有忘記 只有兩個人認為他有問題 11個人都認為像這樣子的 買春行為是符合觀真的 像這樣子監察院的彈劾的決定 現在該怎麼辦 當然黃國昌就喊話囉 陳菊要站出來了吧 當初11位護航陳宗彥的監察委員 要不要出來面對 過去監察院面對惹的 新潮流大佬 段宜康不高興的檢察官 來動用好像彈劾 或者是圍堵 像這樣子的護航執政當局的院所 現在意義在哪裡 重啟談和陳宗彥嗎 居然間會有在討論 也有王美玉提出來 搞不好相關的規定 可以看看怎麼處理 怎麼研究 挽回一點顏面嗎 那鄭文燦來看看 五次的各種的生押搜索 生押之後要搜索 都還被駁回 現在對於陳宗彥 看起來好像把案子壓到 只是一個兩次買春梅付錢的概念而已 子弟兵陳宗彥 黨中央怎麼處理 要拖到27號才會開會 所謂的考祭會 黨內也有人懷疑 這是不是雙標 為什麼對於鄭文燦很快 快速的就開閘 讓他也丟了位子 然後也所謂的黨職 統統都沒有了 但其他的人呢 陳宗彥現在還是在上市公司 當董事會裡面的 坐領高薪的角色 那全民能接受嗎 當然在非賴系裡頭的 被說是共主的陳其邁 動作也不小 像利德棒球場 這個工程挪用款很誇張 到現在這個球場 都還是用人工維護 還被踢到了球員打打球 有球瓶 寶特瓶在裡頭的這樣的場地 徐彩珍卻對於說挪用 副局長還挪用這個球場 維護的錢去買咖啡機 每年的維護費才80萬而已 那這樣對得起球員 對得起高雄市民嗎 陳其邁立刻跳出來 第一時間說我震怒 要開罰不酷短一定會究責 那每次震怒就有用嗎 震怒的可多了 之前洪一中教練被鎖在 陳其邦球場 大家暴怒這是什麼回事 被網友灌爆的臉書 當時也震怒 然後要懲處 但是這個陳其邦球場 有改善嗎 七年前的工程遺留物 鐵條這些狀況 還是一直出現在球場裡 震怒之後是不是真的就能夠 對球場或球員加以好好的保護 跟管理 陳其邁心在哪裡 現在有好多人要搶著接班 現在六個人通通跳出來 這麼多的不同的派系的人裡面 陳其邁一出現 或者是這個賴清德去視察的時候 總是有一堆人圍在旁邊 而這其中包括了邱逸營 美農參災 所以賴清德親自陪同他去的 幾個不同的選區的人 也會同時出現 這個有個關鍵是 其中好幾個人 許志傑 賴瑞隆 明春 通通都是跟陳菊相對的關係良好 那陳隨扁過去好像在廣播裡面 挺邱逸營 林黛化地方實力很強 潘夢安也是自己人 但陳其邁2018年 敗給韓國瑜的時候 現在當時很檢討回來 就是因為跟局系之間有一些干戈 包括任用局系的人 沒有真的好好用 引起很多衝突 後來江山拿回來了 現在看起來要中立嗎 有辦法中立嗎 亮哥來看看 先看看監察院的角色 讓全民覺得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拿納稅錢 發揮了該有的功能 監察院當初投票是2比11 所以有兩票是贊成 所以那個兩位監委可以重啟調查 所以這個解套是很容易的 我不知道王明玉當初是不是那兩票 如果他是的話 立刻可以重啟調查 就是檢方有了一個新的論證 當初監委可以說我們沒有辦法查到 酒店幫他代付 這個可以作為下台階 我覺得網會昨天問了一個問題 才是更重要的 坦白講他的犯行是很簡單的 就是酒店招待 然後12次幫你付了兩次 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起訴他拖那麼久 拖了多久 我剛拖了好多 一年半 一年多 對 這是什麼邏輯 才起訴 這又不是複雜的事實 又不是說像 金油也沒什麼查 又不是像柯文哲 那個金華城那麼複雜 我就可以比較理解 收口案上次那個也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很簡單的事實 你就去問酒店約談 恐嚇他一下 他就招了 小雲愛家找一找 他就招了 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他約的是三個小姐 不是一個 不是嗎 這麼簡單的事實 是你可以拖一年半才起訴 請問是誰去押案 對不對 這個桃園一樣 就是鄭文燦 他明明就收了500萬 可以押七年 然後那個不約談 不是一樣嗎 這個到底賴清德的地盤 賴清德要回答一下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 可以押一年半 那鄭文燦那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想辦就辦 想押就押 本來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在這裡 監察院我們本來就期待不高 我們是說這麼簡單的範型 你就明明看到有人帶一個包包進去 這個鄭文燦他的官邸 那問出來就500萬 就也是這麼簡單的事實 你可以押七年 那個叫蔡英文政府 那現在是你賴清德政府 當然賴清德是 今年520才上任 前面蔡英文還是幫你押了一年多 那賴清德是上來三個月終於起訴了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給人家一種感覺 其實這個當然是先凸顯出 蔡英文政府的離譜 那司法是民進黨家開的 嚴重到這個程度 楚慧 在這整個過程裡 當然不管是賴系 非賴系 現在大家搶各種的地方 2022的提早開打 看起來現在好像都有了 民眾黨這些案子之後 大家更容易好像隨便安心的 去搶位子了嗎 我先講那個買咖啡機這個事 那一個買咖啡機的 運發局的副局長 謝副局長 他是什麼人 可能大家有點忘記 他是2019年的時候 韓國瑜當市長的時候的 環保局副局長 就是在市長在開會的時候 還敢翹著二郎腿晃來晃去 然後被韓市長說 你什麼態度 後來把他降調的那一個人 那時候的韓市長是非常有世人之名的 後來的陳其邁看起來跟柯文怎樣 是沒有世人之名 把這樣子的人 又升到了運發局的副局長 然後他還不只是用公款買咖啡機 如果大家去看黏貼憑證 上面是寫什麼 副作代電 這幾個字 意思是什麼 他是自己先去買了 買了以後回來要求同仁把它和銷 你就他已經自己花錢買了 你自己辦公室的東西 你自己花錢買了 你自己花了錢 花了三萬六買了 你去高級咖啡機 回來想想的 我有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叫同仁找一筆錢出來給你和銷 然後同仁就去找了一個工程館 立德棒球場照明工程 那個咖啡機是會發亮 是會照明是不是 立德棒球場哪一天燈壞掉的時候 可以把那台咖啡機拿去現場照明是不是 完全風馬牛不相關的 從這麼小的事情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第一個高雄官員的樣貌 是怎麼樣子的樣貌 有綠色的就會升官 然後升官了就敢這樣子做 第二個他們的預算使用狀況 是怎麼樣的腐爛 敢這樣隨便挪這樣隨便挪 這件事情一定是內部人員檢舉 否則一年一千多億的高雄市預算 高雄市預算怎麼會去知道 這樣一筆小小的三萬多塊 連內部人員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難怪高雄市的負債會一直增加 都這樣黑白開 黑白開 黑白開 然後這講到陳其邁在高雄的這個佈局 我告訴大家 陳其邁也不用想太早 當年陳菊心目中的接班人 也不是陳其邁 陳其邁現在心目中有接班人 問題是我們賴清德心目中 也有接班人 潘孟安也在那邊摩拳插掌 為什麼高雄淹水 陳其邁要自己下去 賴清德要自己下去 為什麼 為什麼補償政策 賴清德要自己下去 清楚 黃慧 我想這個陳其諺這個 陳宗彥這個案子 這個曉雲有空嗎 在去年2月到現在 一年半的時間 我都已經下任立委 才好不容易辦出來 一個難檢的起訴 大家還記得 這個案子是在2013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那時候發生 那時候是以中檢結案 我不斷的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難檢 既然要查就好好查 當時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本來要從貪的方向 轉成妨礙風害的方向 這要去查到底是誰 把它簽解 誰去做押案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可能會有大家 很驚奇的一個結果不一定 再回來講 監察院大家看清楚 你前面彈劾不成功 沒關係 再給你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賴清德總統 現在就是要訴貪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晚會之前 不只這個陳忠彥的案子 有進到這個監察院 我有去做檢舉 包含NCC進電室有沒有相關的 一些失職的部分 進口彈的部分 還有這個前台延綠人的 這個董事長陳啟玉 在高雄 奇山 蓋豪宅這事情 我都通通有去監察院檢舉過 目前的進展是 對 搞不好好好辦 就會得到這個 我們賴清德總統的眼神 目前有進展嗎 有結案的或是給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